这可以说是台北黑道最高规格的葬礼 不仅有数千黑帮成员送行 更有刑警在外随时待命 黑老大红爷在台北黑道混得如日中天 没想到最后竟被一位名叫陈桂林的杀手轻易干掉了 红爷的小弟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老大与命的过程 字里行间满是对杀手陈桂林的崇拜 一旁倾听的男人笑而不语 大口吃着手中的盒饭 小弟还在替杀手即将遭到黑道权力追杀感到惋惜 殊不知眼前的男人正是他口中的杀手陈桂林 只见陈桂林气定神闲地走向人群 抬手便给了帮派二把手一枪 甚至还淡定地上前补枪 丝毫不拖泥带水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疯狂举动下得不知所措 一时间竟无一人赶上前 在外待命的刑警姗姗来迟 正巧撞见陈桂林撤离现场 面对刑警陈桂林只是挑衅一笑 随后扭头便跑 刑警队长迅速带队展开追击 陈桂林凭借灵活的走位多次化险为夷 但最终还是在小巷里被刑警队长逼挺 双方瞬间扭打在一起 尽管队长不顾一切的阻拦 却还是被陈桂林抓住机会逃脱 两人从小巷一路追打到天台 最终双双从天台坠落 陈桂林面对刑警队长不顾一切的阻拦动了梦 在扭打的途中不仅弄下了队长的一只眼 还夺走了他的配枪 在幸运女神的眷顾下 陈桂林侥幸逃脱了追捕 陈桂林的奶奶因肿瘤恶化急需手术 面对自己唯一的情缘 身为在逃通缉犯的陈桂林甚至都无法露面 只能依靠奶奶的医生做最终决定 无力与绝望充满陈桂林全身 奇迹并没有发生 手术失败 陈桂林失去了她在这世上唯一的情缘 这位曾经杀法果断的杀手再也关不住痛哭流涕起来 不仅如此 陈桂林还被奶奶的医生告知自己患上了绝症 生命进入倒计时的陈桂林陷入了迷茫 医生劝她自首 至少能够体面地离开 可心有不甘的陈桂林却不愿认命 只是在警局门前停留片刻便迅速逃离 她找到自己信仰的观光项 试图求得答案 可每一次求签的答案都是自首 陈桂林最终还是听了医生的劝 孤身一人来到警局自首 只是没想到曾经名震四海的杀手 三大通缉犯之一的陈桂林如今来到警局自首 竟然还需要排队 面对赤裸裸的忽视 她怅然若失地随着自首的队伍向前 要强的陈桂林只感觉自己泯然众人 自己曾经惊天动地的事迹荡然无存 她茫然地寻找着自己存在过的证据 终于在警局的墙边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全台三大通缉犯 可她陈桂林不仅排名最末 就连通缉令也被其他告示遮住了大半 这对追求名利 不甘平凡的陈桂林来说 仿佛彻底失去了自尊 陈桂林没有自首 她无法接受自己变得毫无价值 更希望自己死后能够被世人记住 于是她重新找到医生 并用医生的儿子威胁她提供三大通缉犯中前两名犯人的线索 原来她打算效仿故事周处除三害中的周处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除掉两大通缉犯 并在事成后把自己交给警方 彻底铲除三大通缉犯这三害 以此让世人记住她的名字 在医生的帮助下 陈桂林率先锁定了排名第二的通缉犯香港仔 香港仔每月都会派一位名叫小美的女人来医生这区指童谣 这无疑给了陈桂林一个接近香港仔的绝佳机会 于是陈桂林便在暗中等待小美前来取药 并一路跟踪小美来到了台中 陈桂林在小美发廊店对面的宾馆住下 在暗中秘密监视 很快便等来了把二逃犯香港仔 刚结束一场恶战的香港仔与手下来到小美的发廊吃宵夜 没想到香港仔还是个占有欲极强的控制狂 只因为他在调戏小美时自己的一位手下跟着笑出了声 香港仔便认为手下对小美有非分之想 占有欲上头的香港仔瞬间翻脸 拿起酒瓶一下又一下地砸在了手下的脑袋上 目睹了这一切的陈桂林也意识到了香港仔的狠辣 于是在第二天陈桂林便开始了行动 他来到小美的发廊刮胡子 与小美闲聊试图套取一些有用的情报 没想到就在这时香港仔突然来到店内 二话不说便将试图起身的陈桂林暗想 并提出要亲自为陈桂林刮胡子 原来香港仔对陈桂林的监视早已有所察觉 经过对陈桂林的一番试探后 更加确认了陈桂林心中有鬼 心狠手辣的香港仔正准备动手 而陈桂林也握紧了手中的枪准备击杀香港仔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群城管突然走进店内要求摩车 这才化解了一次血腥的拼杀 面对香港仔的威胁 陈桂林更加坚定了除掉她的决心 于是陈桂林蹲守在小美店门前整装待发 当香港仔出现后 陈桂林再次化身为曾经的顶级杀手 迅速解决了看守小弟后 陈桂林没有丝毫犹豫迅速杀向香港仔 有所防备的香港仔玄机便与陈桂林扭打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曾经与陈桂林战斗导致瞎了一只眼的刑警队长 也根据线索追查到了这里 面对陈桂林暴风骤雨般的攻势 香港仔很快便落入了下风 只能狼狈逃跑 在外调查的刑警队长发现正在追逐的两人 也毫不犹豫地飞奔向前 局势瞬间升级为一场三方追逐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 刑警队长成功拦截陈桂林 两人就这样在小溪中扭打在了一起 陈桂林看着即将逃脱的香港仔 抓住机会迅速摆脱了队长 疯狂地向香港仔追去 香港仔一路逃至一处废品站 试图偷袭陈桂林 但陈桂林也不是吃素的 迅速做出反击成功打倒了陈桂林 看着眼前的榜二通缉犯 陈桂林没有犹豫 一枪结束了香港仔罪恶的一生 除掉遗害的陈桂林回到小美店中 将小美从地狱中救出 俩人驾车逃离 陈桂林还顺势杀死了香港仔的两位小弟 替小美的未来扫清了阻碍 与小美告别后 陈桂林便根据医生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榜一通缉犯林陆和的母亲所在的医院 一番打听后 没想到林母早在多年前便去世了 只留下了骨灰以及一盒遗物 遗物中一本名叫《星星灵社》的书籍 引起了陈桂林的注意 看着书后留下的地址 陈桂林决定前往那里寻找关于林陆和的线索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澎湖列岛 陈桂林走过绿意盎然的小路 终于来到了最终的目的地 眼前这栋好似教堂的建筑 便是那本书中所说的《星星灵社》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充满着活力与快乐 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仿佛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与他们无关 而这位被称为至尊的男人 便是这星星灵社的主人 初来乍到的陈桂林正巧遇上了至尊为信徒演讲 明亮的礼堂回荡着信徒们欢快活泼的圣哥 看着眼前荒诞怪异的一幕 陈桂林还没来得及多想便突然感到剧烈不适 紧接着他便猛地吐了一滴黑血 两眼一黑便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陈桂林发现至尊就守在他的身边 一脸关切地安慰着他 可陈桂林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他认为这是因为肺癌的缘故 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没想到在第二天至尊的演讲中 陈桂林从他人口中得知至尊利用神力治好了他们的绝症 即将命不久矣的陈桂林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在除害目标达成前 他害怕自己就这么不留痕迹地死去 听着至尊的演讲 陈桂林怅然若失 但他还是在演讲结束后找到了至尊 向他打听榜一通缉犯林陆河的消息 没想到至尊却带着陈桂林来到一处坟前 告诉他林陆河在多年前便去世了 但林陆河却在临时前得到了救赎与平静 并向所有人展示了全知的神迹 听着至尊讲述的故事 陈桂林的信念动摇了 或许自己也能得到救赎 不仅是自己的生命 还有曾经的罪孽 他放弃了曾经信仰的关公 加入教会 迎接新的神灵 在教会成员的鞭挞与誓词下 陈桂林嚎啕大哭 他认为自己终于迎来了新生 逐渐融入教会的陈桂林 不仅病情迅速好转 还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瓶颈 因此他对至尊带来的神迹 更加深信不疑 获得新生的陈桂林 将自己曾经作案的枪支埋葬 并虔诚地向至尊献上了自己的所有财物 为了彻底割舍与过去的联系 陈桂林甚至亲眼看着这些财物 与回忆被推进焚化墓 消失在烈焰中 他觉得自己得到了救赎 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一个患病孩子的X光片 竟然与至尊给他的那张一模一样 陈桂林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阴谋的气息 于是他悄悄潜入了至尊的房间 并发现了个隐秘的地下室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至尊一直以来都在用一些小伎俩洗脑信徒 让陈桂林误以为病情恶化的黑血 只是因为他被下了毒 而所有人推进焚化炉的财物 最后都通过机关被至尊收入囊中 至尊打着治病的幌子骗去钱财 得知真相的陈桂林恼怒不已 他回到礼堂试图阻止患病孩子的母亲上到 却被一众信徒疯狂阻拦 最终孩子母亲被至尊逼死 而陈桂林也在信徒们温馨欢快的歌声中被定入棺材 最终被活埋至荒郊野外 或许是命不该绝 陈桂林最终冲破了束缚 愤怒地回到星星灵舍 他挖出埋藏的枪支 也发现了原来至尊就是他一直苦苦寻找的头号通缉犯林陆河 陈桂林立刻回到礼堂与林陆河对峙 想不到林陆河死到临头还嘴硬 甚至对他自己曾经残害的生命不屑一骨 陈桂林怒了 但他还是将生杀大权交给了关公 如果这把枪接下来九发子弹都卡壳 他就放过林陆河 陈桂林开了三枪却都卡壳了 正当林陆河暗自窃喜时 枪声响起 第四枪并没有卡壳 结束了林陆河罪恶的一生 完成目标的陈桂林刚要撤离 却不想被林陆河严重洗脑的信徒们 竟视若无睹地唱起了圣歌 想到只要这个教会还存在 类似自闻母亲的悲剧便不会停止 于是他回到礼堂下达了最后通牒 他将放过愿意离开的信徒 而执迷不误留下的人 将与他们所谓的至尊共赴皇权 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后 陈桂林找到了他曾经伤害过的刑警队长 并向他自首 狱中陈桂林见到了前来探望的医生 原来患上肺癌的人是医生自己 而不是陈桂林 医生为黑道服务多年 他设计这一切只是希望借陈桂林之首除害替自己赎罪 陈桂林并没有恼怒 他早已看待生死 除掉两害的陈桂林名声大噪 他终于彻底地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现在只剩最后遗骸 他自己 陈桂林坦然走向刑场 随着一声枪响 三害被彻底铲除 而陈桂林也终于得到了救赎 你听说过空手套白狼吗 眼前这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 声称自己口袋里有900万 要买下一块烂尾楼地盘 但实际上 他这身行头都是临时制版的 是开发商给了他100块当群众演员 脱高这块地皮的房价 想要套另外真正的卖家松哥的投资 不料松哥听了900万扭头就走 穷小子程一言只能拿着100块失望离开 后续松哥的汽车隐秘地追了上来 程一言猜测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 直接叫司机开进五星级酒店 他摆出阔哨的噱头 在物质贫穷的80年代 毫不犹豫地就把刚到手的100块巨款 打赏给了服务生 并点了酒店里最贵的酒 松哥一见彻底放心 做到程一言对面继续谈生意 原来松哥也看中了这项投资 只是不想让开发商增加占便宜 他向贾拿都程一言试谈 问他这块地是否有英国人要投资 程一言故作高深笑笑不说话 松哥又问他现在到账了多少钱 程一言态度肆意地抽着雪茄 爆出了1万块港币 松哥瞬间吃了定心丸 主动提出要帮程一言谈价格 700万比900万还少200万 要是按照正常人的思路 肯定立马就答应了 但是程一言不会 这样不符合他扩上拿都的身份 于是程一言假装推辞 最终爆出了低价600万 两个商人瞬间达成了合作 不过程一言的身份都是假的 骗了松哥花钱满下地皮后 转头就跑路了 后续松哥用400万和增加谈成生意 想要找程一言 却被程一言的假身份骗到了一个乌哈密手里 这个乌哈密是个黑人拳王 松哥擅闯民宅 直接被拳王揍掉了四颗牙 经过这件事情后 松哥也知道自己被人筐了 不过他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后续开放商增加三公子增建桥血赚百万 特地找到程一言 想要和他交朋友 三两句这两个人就成了兄弟 在目前遍地都是机会的香港一拍即合 成立了后续有名的金融诈骗公司 也就是嘉文公司 只可惜11年后金融危机爆发 股市亏空 嘉文公司的董事长成一眼卷钱跑路 骗了股民超过100亿的资金 引发了香港大规模的抗议 股民们纷纷冲到街头 要求嘉文公司还钱 甚至有领头人跑到香港ICC调查局 持枪威胁警察 负责这项诈骗金融案的一把手叫做刘启元 在安抚好市民的情绪后 迅速派出113个会计师 来到嘉文公司清算交易钱财 刘启元一进门 迎接他的就是微笑服务的秘书 这个金融公司被人包装的金币辉煌 不只有高级的会客室 还专门建立了古董收藏室 很难想象这么一家气派的大公司 居然是由一个诈骗犯一手打造 刘启元拿出了拘捕令 但成一言丝毫不慌 坐在旁边悠闲的喝粥 刘启元端走了他的粥 送了成一言一副手铐 还有身后的会计大军 就在这时 成一言突然晕倒 被送进了医院 躺了两天后醒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问拘留结束了没有 旁边等待多时的刘启元拿出了证据 开始细数成一言的罪证 在当年成一言跟随曾建桥后 曾公子就带着他进入了上流社会 在英国人控股的金山大厦占据一席之地 成一言得到了曾建桥的资助 开了一家小公司 招到了日后佳文集团的顶级会计张佳文 张佳文也很惊讶 成一言刚认识他不久 就以他的名字陆续开设了十几家公司 从金融业到运输业 都有佳文集团的身影 张佳文也从一个少年监狱出身的女会计 摇身一变成了赶叫价几千万的私人助理 后续成一言找到曾经坑过的松哥 向他道歉 提议要买下他手里新洋地产的股票 并且开价不菲 松哥嘲讽一笑 新洋地产的庄家则直接操纵股市 串通了八家银行 将新洋地产的股票一路烘托高价 等到成一言大量买入后 庄家再次操盘 领着其他合作的庄家打敌新洋地产的股价 想要替松哥报复成一言 让他在金融股票里输得干干净净 但成一言不仅没有放弃 大手一挥豪至千金 用远超市价的一亿买下了新洋地产 连庄家都不得不高看他一言 此时成一言才说出了他的终极目标 原来他想直接买下金山大厦 这种香港顶级写字楼 向来都是暗层卖的 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整栋入手 成一言偏偏敢干 还拉着松哥一起入股 宣布要用6亿元买入金山大厦 这个消息让佳文的股票大涨 所谓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成一言直接拿到了市值11亿的股票 抛掉用来投资的1亿 他直接净赚10亿元 而后成一言又干了一个违规操作 那就是继续印股票 哄抬价格 股民源源不断买入 佳文的金融大厦就越稳固 成一言的身价也就更高 很多人觉得这里面的操作有问题 比如刘启元 他提到了最为关键的一个点 那就是成一言最开始买下新洋地产的1亿元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传言说 成一言开过一个旅行社 在旅行途中救下马来西亚一位富人 对方将10亿资产交由成一言打理 还有人听说成一言和缅甸卖毒品的商人有交易 更有甚者 直接说成一言和美国黑手党有交情 替他们抓到内鬼后 一夜暴富专门给黑社会洗钱 显然这些说法都很不靠谱 刘启元没有相信 经过大量调查 刘启元才证实 成一言的原始资金积累 采用了经典的庞氏骗局 他找来了香港最有名的富二代 利用各种钱色交易 笼络富二代们的投资 其中有个叫何浩云 家里开了香港最大的投资银行 何浩云一开始看不上成一言 直到成一言将家文的博物馆展示给众人 玻璃展馆里并没有古董 全部都是搔手弄姿的女人 里面一个影星 正是何浩云最近烈焰的目标 可以说成一言相当的头七所好 很快就让富二代们心甘情愿地买入 低价卖出 高价回收 利用金融里看不见的高级交易 让家文集团的市值达到了最高峰 成一言的名言是 虚拟股票也可以当前用 他靠股票买下了香港多处重要地产 价值高达百亿 就连国外的产业也有涉猎 全世界的公司都想和成一言合作 英国的银行也给他开出了天价贷款 成一言用一块钱的股票 向银行借贷了90块 可想而知这种虚拟的繁荣都是假象 家文集团的股市很快崩盘 长时间的不盈利让股民失去信心 当股价一路跌破底线时 之前狂欢的股民们恨不得自杀 成一言的合作者曾建桥终于崩溃了 他大声质问成一言 要他背后的金主发力 但成一言哪有什么金主 他派黑社会伪装成了大哥 给了曾建桥500万美金 还假装受伤博取同情 等到曾建桥放下警惕后 就是黑社会杀人夺财的最佳时期 成一言在漫长的金融世界里生存 早就学会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不仅如此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还能熟练地运用了一些暴力手段 这些手段不止对最初的伯乐曾建桥 还同样作用到了调查主任刘启元身上 在刘启元下班回家陪妻子吃饭时 停车场突然出现了一辆车 朝刘启元撞来 他敏捷躲开后 车子却撞翻了妻子 幸亏同事收到小道消息及时赶到 否则刘启元和妻子可能都会被灭口 而后始作俑者成一言 假装无辜地出现在医院 刘启元气得要上前讨个说法 周围同事拦住了他 这种手段其实就是一种变相警告 警告刘启元不要再继续追查下去 否则他和他的家人都会遭到报复 不过同事没有拦住妻子 他上来就给了成一言一拳 尽管这次意外的幕后逐事很明显 但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奈何不了成一言 妻子发泄式地朝刘启元怒吼 一定要把这个人渣送上法庭 恰好这事 刑警支队查到了一宗谋杀案 又和成一言有关 对方是东马派来家文集团的卧底 暗中收集了家文集团违规借贷的证据 成一言有相当合理的理由满胸杀人 刘启元逮捕成一言例行审问 摆出八十年代每一条交易的罪证 但成一言一句话都没说 静静抽了十几支烟 不承认也不否认 警察们拿他这种态度毫无办法 刘启元走到成一言面前 拿着证据警告他 就算什么也不说 法律也会将他判罪 成一言突然笑出了声 嘲讽刘启元太过天真 事实上他背负了好几千亿的资产 家文集团股市下跌 和他合作的金主同样亏损不少 那些金主都和他一样 是操纵股市的柜子手 刘启元查到现在 无非就是想一网打尽 但是金主们不可能让他如愿 于是就在审问的同一时刻 与这宗金融诈骗案相关的人员 纷纷暴毙 成一言的律师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合作者松哥在饭店被枪杀 逃跑的秘书张家文和情人乘坐的游轮 无缘无故爆炸 而曾剑桥的儿子 抱着一大堆证据来到警察局自首 边吐边揽下所有罪责 刘启元很快得到消息 成一言背后的金主花了大价格 将他保释出狱 尽管刘启元对此结果非常不满 但也只能看着成一言嚣张离开 成一言能混上这个地位 不可能没有后退的手段 只是这宗诈骗案涉及太广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成一言 不得不被控告上了法庭 成一言根本不慌 他身后的关系已经打点好了一切 就算上了法庭 在种种暗箱操纵下 成一言也在一个月后被无罪释放 刘启元很绝望 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案子 连续追查了十几年 从黑发变成了白发 终于在国外找到了一个关键证人 也是从一开始就帮助成一言 在马来西亚银行借贷的驻守哈法 刘启元劝说哈法回香港指证成一言 开出的条件是减免刑期 但哈法实在太害怕成一言和那些金主的手段 掀了桌子不肯回去 刘启元和同事仍在持续找罪证 接连数次将成一言送上法庭 但每一次都被刘启元侥幸逃脱 成一言都忍不住调侃问 究竟抓了他几次 刘启元严肃地说八次 不过直到现在 成一言都还没有进监狱 反而大富大贵地活着 还有闲心嘲讽刘启元 一个案子查了他几十年 究竟是为了什么 伸张正义吗 刘启元丝毫没有生气 缓慢地说出了这些年的跨国合作 逮捕的人判刑加起来超过两百年 充公的不法资金高达八百亿 而且这些人全部都书面指控了成一言 听到这里 成一言终于停止了吃东西 笑容也逐渐僵硬 他引以为傲地悠闲人生总算终结了 法庭最终判处了他三年有期徒刑 2023最新犯罪大骗 破乱 震撼来袭 国民欧巴送中机灵片酬出演 剧情一波三折激爽无比 我们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严魁因为砸伤了同学 被老师喊来了双方家长 当严魁母亲到来时 他正被对方父亲一顿猛揍 母亲到完欠一言不发地走出学校 对方要求他们给三百万赔偿款 可这钱他根本掏不出来 于是严魁开始全职打工 只为尽快凑满赔偿 这天他为一对父子送外卖 他愣愣地地看着男人为儿子过生日 这是他从未拥有过的父爱 男人见状便委托严魁帮忙 让他送自己儿子回家 这一路上严魁和男孩都很高兴 等到了男孩家门口 严魁叫住他 把自己新买的项链送给了男孩 顺便祝他生日快乐 可当男孩走进家门 却看到了满脸是血的父亲 这就是来收债的黑帮打的 父亲让男孩快跑 可他却冲了上去 然后他的声音就这样消失在了夜晚 第二天严魁找到老板 想要先预支三百万的工资 但他裁淡了一个月 老板满脸为难地拒绝了他 严魁争取工资的动静 吸引了店里客人的注意 于是在严魁蹲门口吹风时 黑帮二把手重鸡找他搭上了话 之前严魁也给他们送过外卖 刚刚店里的争执让重鸡意识到 严魁与幼时的自己十分相似 不由地对他上了心 重鸡当晚就安排小弟 为严魁送来了三百万 还放话让严魁不用还 严魁也没得选 只能收下了钱 但就在严魁回家时 却遭到了埋伏 被严魁砸伤的同学叫明勋 他的哥哥成勋则是笑内一把 哪怕严魁揍人的原因 是明勋骚扰他妹妹还骂他妈妈 也并不能让他幸免于难 为了替弟弟出勤 他带人把严魁揍了一顿 他带着满脸伤痕回到家里 幸好此时继父还没回家 母亲看到严魁的伤 脸瞬间就垮了下来 三人沉默地吃完晚餐 当严魁要睡觉时 他的继父才醉醺醺醺地回到家中 第二天严魁和母亲补上了赔偿款 但母亲认定严魁这钱来路不干净 对这个儿子更是失望 傍晚严魁正玩着手机 可继父却反常地回了家 严魁恐惧地起身看向继父 而继父手中拿着新买的棒球棍 原来是承讯带人打了继父 见状严魁赶紧起身冲向房间 但还是慢了一步 继父强行闯进屋内对严魁一顿暴打 母亲听到动静 只能害怕地无紧耳朵蹲了下来 严魁逃出房间 紧接着又被继父一棍子打翻 他这一摔好久没再爬起来 母亲上前查看 这才发现他被阳台的花枝划伤了脸 严魁在家待不住 伤还没好全就想回到餐馆上班 但老板却觉得他脸上伤疤太吓人 当场辞退了严魁 严魁气不过 直接搬起花盆砸了店门 严魁无处可去 于是凭对印象找到了重鸡公司 他不顾重鸡和马仔们的驱赶 硬是搬来椅子坐下 请求重鸡带他赚钱 重鸡发现了他的不对劲 摘下帽子一看果然如此 这才让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就让盛仔教他怎么偷车 他们的主要活计就是转卖偷来的车 盛仔不耐烦地把严魁送到踩点位置 干脆利落地打翻了监控 然后先行离开 让严魁独自把车偷来 第一次偷车的严魁心中无比紧张 他手忙脚乱地接线打火 却始终启动不了 眼看动静大的引来了楼上注意 严魁推着车跑着跑着就骑走了 熟悉流程后严魁工作越发认真 这天他正在车行协助改装 黑帮老大带着总统候选人郑哥来了 原来郑哥就是老大一路力保上去的 老大对郑哥也是想打就打不留情面 面对这个老大 众人都十分紧张 直到谈话结束才让严魁松了口气 这天严魁一回家就遇见了继父 他害怕地想要躲藏 继父一改醉酒时的狂躁 满脸愧疚地掏钱想塞给严魁 但严魁却害怕地坐到了地上 结拜回家时正好撞上这一幕 还以为父亲又要伤害严魁 于是上前直接推开了父亲 严魁借机逃到了车场 现在那里只有重鸡一人 严魁见状转身想走 却被重鸡发现 他留下严魁一起吃饭 只见他熟忍地抽出腿上的匕首 熟练地收拾好一条鱼 用不了多久 一锅大酱鱼汤就被端上了桌 严魁学着重鸡的样子 捞起一大块鱼肉用手抓着吃 酒足饭饱后严魁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他出生没多久 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母亲原本没打算再婚 却因为独身遭到了侵犯 于是再婚找到了现在的继父 洁白也是继父带来的女儿 刚开始继父对他和母亲很好 但后来便开始酗酒和家暴 他梦想攒钱带着母亲去荷兰 据说那里大家都生活得很好 他问重鸡为什么要帮他 重鸡却告诉他 自己认识他 因为严魁就是小时候的他自己 第二天严魁去给老东家送车 顺便让老板签下了贷款合约 等严魁回到公司 老大突然也赶了过来 他怒气冲冲地摔下一份报纸 看来是郑哥的郑迪最近口风变好 老大让重鸡想办法把人口碑弄烂 这时严魁灵机一动 想出让郑迪深陷丑闻的办法 他们先是找来了负债累累的老王 严魁一看 对方竟然就是那个穷苦慈爱的父亲 老王被押到出租车上 重鸡让他找机会给郑客灌下泥药 事成后会减免80%的借款利息 以防万一他们把严魁塞进后备箱 盛宰让严魁发现不对就及时打给他 老王顺利接到郑客后 闲聊中聊到了自己儿子 原来那次收债被打之后 他儿子就被打进了医院 因为他没钱 所以儿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现在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 他拜托郑客轻脚黑帮 严魁越听越是心惊 见识不对直接从后备箱闯进后座 拿起迷药就猛贯郑客 他还提醒老王不要在重鸡面前露弦 自己则是帮老王把事圆了过去 重鸡顺利制造出了郑客的丑闻 而严魁则是偷偷跟着老王到了医院 但他始终不敢进去看看 这一单工作让他挣了不少 重鸡甚至还自掏腰包给了他零用钱 重鸡让他改口叫歌 严魁感动之余 请求重鸡出手帮他教育成勋那伙人 盛载一人揍翻了成勋一伙 盛载对此事十分不爽 警告严魁不要得寸进尺 而严魁却只感到了复仇成功的快感 他回到家门口等待洁白 还递给他一部新手机 第二天严魁发现 新偷来的摩托车上 挂着自己送老王儿子的项链 同时老王也闹到了公司 他质问重鸡为什么不减免当月利息 重鸡指云淡风轻地告诉他 简西从下个月开始 但老王早已被债务压得崩溃 他企图以死明治 最后还是严魁把他拦了下来 严魁当晚就来到车行 偷偷开走了老王的摩托 并停到了老王家门口 严魁做完这一切就回到了家里 因为杰白在汉堡店工作 所以他们的食物主要就是汉堡 结果严魁还没下口 继父就回了家 他走到阳台给植物施肥 同时则被其女儿对自己的漠视 继父越说越生气 认为是严魁带坏了杰白 但杰白只觉得父亲不可理喻 转身就要走出家门 继父见状拿起球棍就要揍严魁 这时重鸡带着圣仔来了 但重鸡这回却不是来救严魁的 重鸡拉严魁进屋问话 重鸡问严魁为什么要背叛黑帮 并且要按规矩拔掉严魁的指甲 严魁一个劲地道歉 但重鸡告诉严魁 混帮派的就要遵守帮派规矩 严魁忍着痛努力压住声音道歉 看着他的样子 重鸡最终替他拔下了自己的指甲 严魁震惊地看着重鸡 而重鸡让他自己去把车拿回来 于是严魁找到了老王在的地方 当着老王的面把车开走了 看着严魁抢回来的车 重鸡却说这车太过老旧 要做报废处理 严魁不理解重鸡为何坚持要车 可重鸡却告诉他 规矩就是规矩 谁犯错谁就要弥补 从此严魁做事更加狠绝 这天严魁去给郑哥送政治经 等候时重鸡也对严魁吐露了心声 自己曾经被父亲虐待 时常把他丢进河里让他捞鱼 后来又一次重鸡被鱼网缠住了脚 他的父亲以为他死了就离开了 想不到重鸡却被钓鱼老钓了上岸 小重鸡问钓鱼老 为什么他的爸爸并不救他 从此就开始独自生活 他把救他的鱼钩封禁盒子送给严魁 似乎也将自己的梦想寄托给了严魁 这天严魁如常在公司干活 电视上却播报着郑哥退选的消息 这让老大异常愤怒 他点名让严魁去杀了郑哥 重鸡阻拦不下只能让严魁去 而严魁赶到郑哥办公室 握着尖刀却始终无法下手 面对郑哥要联系老大的请求 严魁最终还是心软了 但这一通电话结束 老大立刻打给他 让他要么废了郑哥的腿 要么就要废他一只手 严魁无奈只能照做 但当他离开时 摩托却出了故障 从郑哥那收回来的郑志金被冲走 他也因此被老大通缉 圣仔带人找上了严魁 严魁趁势逃走 却在此时接到了重鸡的电话 严魁误以为是是重鸡让人动了摩托 但重鸡只让他来找自己商量对策 得知严魁出事是被人陷害 他立刻以为是圣仔干的 他把圣仔找来质问 即使圣仔否认他干了这事 重鸡却依旧把钉子装进塑料袋 然后一袋子甩到圣仔脸上 可其实摩托车是被老王动了手脚 真相却已经不太重要了 紧接着重鸡想办法筹集了资金 让严魁来找他 严魁以为还要追责 于是带着杰白找到重鸡 让他保护杰白 而自己转身就去商店偷钱 可商店的钱只是杯水车薪 严魁看着镜中的自己 突然开始懊悔自己加入帮派的决定 他返回车场直接拔下自己一片指甲 然后支开杰白拿出切纸刀 他要还重鸡一只手 重鸡却直接接刀想要阻止他 更是一拳过去想要打醒严魁 可此时崩溃的严魁没了理智 反手就和重鸡打了起来 混乱中他拿起改锥就刺了过去 严魁摸了摸小腿上的匕首 最终还是没有抽到 任凭严魁把他压在地上 最后时刻严魁清醒了过来 但重鸡却握着他的手 把改锥刺进了自己的脖子 当盛载来时只看见没了声息的重鸡 老大得知消息竟也放过了严魁 并且决定大力培养严魁 但严魁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回到家里 却看到被继父打死的母亲 面对酒醒后疯狂道歉的继父 严魁拿起球棍就想给母亲报仇 最后却还是丢掉了球棍 他靠在母亲身上 问他为什么不带着自己一起走 第二天天一亮 严魁就带着洁白离开了这座小镇 而前路几何也在无人知晓 这是隐藏在风光旅游夜下 最真实的东南亚 当街绑架女孩 将每个人分门别类贴上价格进行拍卖 每一个女人都对应着暗网上的一件商品 那些被达官显贵选中的女孩 会被带进充满电锯与电钻的房间里 她们成为了器官的提供者 至于尸体 则被浇住成一个个坚固的水泥墩子沉入海底 这些女孩们的家人 举着抗议的条幅来到政府大楼门前 抗议着她们搜刮明志明高却不作为 警察局长为了不全准备竞选议员的会长面子 让自己的手下麦朗问去摆平 麦朗问带着自己的手下 来到了示威群众的聚集地 对这里面受害人的家属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并在他们的行李上浇上汽油 严厉警告他们 不要再来警局闹事 这一次就是她最后的警告 如果再有下一次 那么燃烧的就不只是行李 随即一把大火烧断了这些人寻找失踪家人的决心 第二天 在当地作为商业巨头的洪太集团的董事长 准备卸任会长职位 去专心竞选议员 而在她的退位仪式上 来的不只有她的女儿沙利 还有被人满胸而来的杀手陈安 董事长洪太认定的下一任接班人 早已被陈安杀死在家中 她带着炸药和榔头 跟随着洪太来到了卸任仪式的典礼上 在和检察官以及高官显贵寒暄后 董事长洪太环顾一周 却发现副董事长缺席 而秘书告诉她 副董事长电话无人接听 无奈 她只能先上去进行致辞 就在她宣布自己退位让闲时 麦朗问好像发现了什么 向着会场里面走去 在大门口却被保镖马文康拦住 对方冷着脸 说着看门狗就要好好看守大门 很快 两伙人就在外面爆发了斗争 最终 还是马文康看在里面洪太的面子上 想着会议顺利举办下去 才叫停了自己的手下 并让麦朗问准备好 等过了今天自己会去找她 在麦朗问带着其他人离开后 马文康就接到了副会长死亡的消息 立刻在洪太宣布卸任时 把这个消息传到了她的手上 最终 洪太决定取消一事 并让在场的警察局长 在24小时内找到杀害副董事长的凶手 愤怒的她带着女儿在车队的保护下离开 而杀手陈安也开着厚重的装甲车跟在后面 一旁时刻注意着车队的麦朗问也跟了上来 就在整辆车队经过隧道时 打头的一辆车底盘爆炸 整排车队被堵在隧道中 而陈安也戴上了随身携带的防毒面具 开着装甲车在车队里横冲直撞 并拿出更多的烟雾弹进行视觉扰乱 最后 靠着铁锤 他不断接近着董事长洪太所在的车辆 再解决了一个 两个 嗯个小弟后 一锤子下去 陈安终于见到了目标 而就在他一锤子即将落下去时 马文康从背后袭来 二人扭打在车旁 而麦朗问的加入 让陈安无法完成任务 此时遭受袭击的会长受伤入院 警察局局长也根据麦朗问的描述 在监控里找到了陈安的完成影像 麦朗问推测 这是一起买凶杀人 至于感动洪太集团董事长的人 也只有他们集团内部的人员 买凶的人选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抓到陈安 只要抓到凶手 那么洪太集团就无法对警局出手 这样 才能保住警察局的地位和日后的利益 而与此同时 洪太集团的人来到医院 得知董事长陷入了深度昏迷 这帮人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随着警察局长把凶手的照片发送给秘书后 马文康立刻猜测 这是一起满凶杀人 并和麦朗问的猜测一致 他怀疑是集团内部的人满凶杀人 此话一出 望若普坐不住了 他立刻来到自己的怀疑目标 吴哥面前 询问着他觉得是谁 看着二人争论不休 最终也没争出个所以然 望若普发下狠话 说着一定要抓出这个叛徒 而等到他回家却意外撞见了一份大力 那便是凶手陈安找上了门 紧接着 就在望若普对陈安进行审问时 整座别墅的宫殿系统中断 陷入黑暗的别墅简直就是陈安的天堂 很快 他就解决了望若普的所有手下 等到马文康和麦朗问赶到时 现场除了在地上哀嚎的马仔外 根本找不到望若普的影子 而且随着望若普被绑架 另一有力竞争人吴哥接到消息 得知马文康也在现场 心中百转千回 就在这时 他偶然发现杀手陈安就在马路对面注视着自己 脸上还带着诡异的微笑 于是他心中立刻有了决断 找到曾经的合作伙伴卡洛斯兄弟俩 他们专接那种尚不得台面的声音 听着乌哥说自己晚上就要杀了洪太 这兄弟俩根本不相信 而乌哥告诉他们 洪太是杀手背后真正的金主 并猜测 近日所有发生的事 都是董事长洪太亲手策划的 简单来说就是作秀 其目的就是为了清除其他几个非常有利的合伙人 并依靠着受伤住院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而自己就是最好的栽赃对象 做这些的目的 就是让自己背着那杀人的名头 再把自己踢出洪太集团 以此让涉足黑道的洪太集团彻底洗白 同时 乌哥告诉卡洛斯兄弟 望若普失踪时 会长的左右手之一马文康也在现场 这才让他怀疑 这就是洪太在背后策划的一场阴谋 如果卡洛斯兄弟能够支持自己当上会长 他会拿出集团的两成利润 冲作做交易的诚意 而此时 马文康也打电话联系到了卡洛斯兄弟 说着乌哥才是整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也提出了和乌哥一样的要求 让他去清除对方 至于诚意 同样是两成利润 在一旁听着的乌哥立刻加了一成 财博动人心 卡洛斯兄弟表示 自己会帮助乌哥去解决掉马文康 得到了保障的乌哥带着手下来到了洪太居住的医院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安静地让自己觉得害怕 果不其然 他的后路已经被埋伏的打手阻断 而处理这一切的 正是董事长洪太以及他的秘书 就在乌哥准备动手的前一刻 会长已经苏醒 并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属于最大商会的内讧即将展开 双方在狭小的医院走廊里展开了殊死搏斗 原本是救人性命的医院里 这一晚不知埋葬了多少人 而秘书此时也是凶相毕露 在人数压制与秘书的武力威胁下 退守在一间病房里龟缩不出 看着自己距离那个位置仅有一不知遥 不甘心的乌哥决定拼死一搏 此时 秘书也下令让其他手下停手 自己要和乌哥来一场武士之间的对决 最后 乌哥被秘书一刀毙命 临死前 他死死地盯着红台 询问着为什么会对自己下手这么狠 而董事长却一脸听不懂的表情 突然 死去的乌哥身上响起电话铃 手机里传来他女儿沙利被绑架的视频 而背后正是杀手陈安 他不承认自己是乌哥的人 还挑衅地说 自己要杀力的心脏 说完 对面就关掉了视频 另一边 红沙利看着陈安准备的 满满一墙受害者的照片 上面都是死在红台集团手上的猎物 作为黑道小公主的他真的一无所知吗 此刻 沙利或许是后悔了 哭嚎着说着对不起 而陈安则愤怒地说着 不是所有的错都值得被原谅 小木屋外电闪雷鸣 所有人都在猜测 指使陈安的到底是红台集团的哪一位 而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支持陈安做这些的是他的妹妹 原来 陈安的妹妹在之前 为了凑钱给他买生日礼物 上了一辆大巴做了有偿献血 至此 妹妹的血型被集团采集 很快就被人预定 于是 妹妹就被黑帮当街抓走 在面包车上 女孩经历了地狱一般的折磨 事后 更是被老头挖走了心脏 而这场交易 随着女孩生命的落寞 警察局长收获了满满一袋子金钱 陈安看着妹妹被虐待的尸体 心中悲痛万分 他想要寻找真凶 却被警察棍棒叫鱼 于是 为了替妹妹报仇 陈安和另外两个人一起策划了这场案件 让洪太集团认为是内部出现了内人 而另外两人 洪太绝对想不到 一个是警局局长的心腹 一个竟然是自己的左右手 马文康曾经是陈安妹妹的男朋友 为他报仇自然有其一份 而麦朗问则是为了自己的警察师傅 当初 为了调查洪太集团 他的师傅丢了性命 于是 三个男人组成了团体 一起调查洪太集团的恶行 一个负责打入集团内部作卧底 一个汇入警局成为黑警 三人逐步调查取证 发现死在洪太集团手上的人多达1781位 自己的妹妹只是其中之一 趁着集团更换掌权人的空隙 三个人的计划逐步展开 先是打草惊蛇 杀掉作为接班人的副会长 然后引发洪太集团内讧好方便他们浑水摸雨 最后绑架望若浦 让乌哥和洪太自相残杀 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作为名面上的杀手 陈安去警局自首 在局长面前 他放了一段小视频 里面的男主角正是局长本人 他告诉局长 原件就在小木屋 这也是陈安他们为望若浦和局长准备的坟墓 至于绑架洪杀力 陈安要让洪太尝尝自己曾经的苦 看着包裹中女儿的器官 洪太老泪纵横 而就在三人攻城即将身退时 看到了铁笼中如牲畜一般被关押着的女孩们 三人果断关上大门 和看守的秘书及一群打手展开厮杀 三人都多多少少有伤在身 这一刀 那一刀 很快 在三人以伤换伤的打法下 秘书也被制裁 只可惜在曙光到来前 马文康被秘书一刀捅进心脏 至于整个洪太集团唯一活下来的人 便是小女儿洪沙利 原来陈安并没有取走她的心脏 因为这颗心脏是自己妹妹的 她要让自己妹妹的心脏安稳地跳动下去 这是嫉妒警最悲痛的时刻 在毒贩面前路过脸的她 已经没有保护家人的能力了 先是儿子被绑架后 又被活活烧死在面前 杀人诛心不过于此 这是最新上映的港片爆裂点 一开始便是刺激的警匪交战 由张家辉扮演的帮警察和毒枭韩阳互相牵制 二人都挟持着对方的人不肯放弃 双方僵持不下 那韩阳也是狠心 直接连人拖走 靠着的双手 警察被锁死在车后面一路拖转 看到战友受难 作为警察的她不能不管 直接提枪追了上去 而那韩阳一个漂亮的飘移 带着巨大的惯性 直接把警察甩进了一堆锋利的铁片之中 当场分尸 惨烈的场面让酒精沙场的李振邦心中溃毁不已 可是嫉妒的过程 不会因为一个警察的牺牲而终止 作为嫉妒总督的她 只能强撑着精神 继续行走在禁毒一线 她盯上了叫江明的心警 因为一次投资失败 她只能无奈选择考工上岸 成为了一名心境警察 而她出色的投资能力得到了李振邦的欣赏 根据她的调查所知 自己目标中有一个名字叫做零九 沉迷于股票 于是就想利用江明去做卧底 听着对方画的大饼 江明很是不客气 说三年又三年的那种卧底 李振邦告诉她有了这个机会 绝对可以容身一己 至于目标便是搜集毒贩里面的各种罪证 为自己的未来拼上一把 于是江明接受了改造 等在见面时 不仅身上多了好几块纹身 一身地痞流氓的气息更是怎么洗都洗不掉 这时 李振邦找到江明 而这时 江明带着蛋糕和鲜花出现 都是为了李振邦特意准备的 说着过两天是她的生日 一想到明天李振邦有任务要出 担心她活不过明天 李振邦很是别扭 说着又是鲜花又是蛋糕 两个大男人有些暧昧了 二人互相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接下来便是属于警方的秘密会谈 江明把毒贩所在的几个位置都告诉了李振邦 同时还有那核心人物09的落脚点 于是 一场针对09的秘密抓捕即将展开 同时二人商量好 等到09一落网 卧底的江明立刻投降 江明说着自己记住了 他一定会安全地看着李振邦拿奖状 一起去看他的儿子毕业 随着秘密抓捕行动的展开 所有部门紧急待命 而这一次行动极其不顺利 先是装着定位和窃听装置的游戏机 被一个手欠的毒贩扔掉损毁 这让江明和李振邦失去了联络 没办法 警察只能四个位置一起突击 此时 在制毒工厂里 一个名叫虎哥的人端着一大包管制枪械走了进来 他第六感总觉得今天有些不对劲 所以带这些过来以防万一 这下 作为卧底的江明心中很是不安 可是他没有办法制止警察的行动 随着第一批特警的涌入 警察和毒贩之间的激烈交火彻底拉开 有着炸弹这种重型火力 一时间警察行动受阻 这时 那毒贩中也出现了意外 一些手枪莫名卡克无法射击 这就给了警察机会 随着警察的深入 李振邦的身份也被那些毒贩认出 心仇就恨 让这些毒贩不要命的反护 最后更是引燃了可以爆炸的气体 好在李振邦及时扑进水池才逃过一难 困兽之斗的毒贩们开始四处逃窜 就连韩阳的弟弟韩凯也受了重伤 至于卧底江明也不幸重感 此刻没有麻药 李振邦只能徒手帮他挖出来 通过这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 这个过程有多痛苦 另一边 韩阳的弟弟韩凯由于行动不变 直接被警员开着的车卡死在原地动弹不断 泄露的汽油顺着摩擦的火星 瞬间就点燃了韩凯 至此 韩阳和李振邦之间的仇恨已经无法化解 至于卧底江明 只要还没暴露 就有继续使用的价值 作为街头人 李振邦动身劝说江明 却没想到他还没张嘴 那江明却已经想着要继续 如今他身上已经背了很多条不明记录 就靠着这卧底的任务打响翻身杖 作为卧底 他已经想好了说辞 能够把自己从枪支出问题的事情上摘出去 现在只需要一个契机 让他逃出警局的掌控 顺利回到制毒集团那边 于是 押送的这天 在你情我愿的配合下 江明成功脱困 并被灵九带人接走 顺着这条卧底的线路 警方掌握了制毒集团会面的地点 依靠三寸不烂之蛇 灵九帮助江明摆脱了嫌疑 为了安抚住交易方的情绪 他付出了两名小弟的生命 此时的韩阳 已经联系到了金三角的面粉加工者 俩人讨价还价 敲定了交易原料 而金三角那边提出自己有一个面点之王 想要和他学习一下 此时 在警察牢牢把控的病房中 韩凯偷偷拔下了氧气管 接到自己弟弟死亡的韩阳 决定要狠狠地报复警方 第一步便是去毁了死亡警察的墓碑 也不知道警察是怎么想的 居然把韩凯的骨灰 交到了那阵亡警察的儿子手中 让他去祭奠父亲 这种做法 无异于是找死 果然韩阳出手了 直接把这做死的警察儿子打得流血不止 至于李正邦也没在他手里讨的什么好处 甚至韩阳还放狠话 说让他所有的队员都会惨死在自己手上 回归队里的李正邦 获得了金三角所有毒师的详细资料 其中就有一个名叫英秀的女人 她一身手艺可以说是得到了金三角大佬的赏识 奈何她有一个不听话的女人 这个少女嗨了之后 拎着二锅头 直接砸在了汽车里 下一秒火苗引燃了小轿车 这个女孩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兴高采烈地在一旁跳起了科目三 好在英秀及时赶回来 可是她回来看到了 就是自己的女儿在游泳池里游泳 面对母亲的管教 叛逆的女孩丝毫不惧 反而嘲讽地说着 她是怕自己被抓了之后 说出母亲是制毒贩毒成员的讯息 此时的英秀 已经被大佬指派任务去香港 原本是想带着女儿一起过去 可是结果她刚到香港 女儿就偷了自己的钱 跟着网恋对象一起去泡酒了 甚至大手一挥 说着今晚所有的消费都有本小姐买单 发现这些聊天记录的英秀很是担心 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很明显 母亲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 看着如此大方的女孩 身旁一起跟着的男孩们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顺手解开了女孩的包后 发现里面都是美元 这送上门的肥羊不要白不要 说不定爽完之后还能再敲一笔 谈话间 无色无味的液体就混进了女孩的酒杯 而等到英秀再收到女儿的消息 入目便是一场惨无人道的侵犯 那几个男孩还嚣张地说自己要一百万 紧急筹款的英秀没想到 他到了交易地点 那几个小伙子却临时加价 说一百万只是买视频的钱 要人的话要再加一百万 好在英秀不是一人前来 他的弟弟在一旁伺机埋伏 知晓了几个男孩的藏身之地后 立刻出动 作为在金三角务工的人员 英秀出手也是很辣 和那男孩打得有来有回 甚至还能抽空解救自己的女儿 想着自己这几天受的苦 那女孩也是发了狠 直接把一个男孩推了下去 这时 李正邦也带着警察姗姗来指 他以对方女儿为软肋 成功收编英秀这个外部人员做卧底 可是还没等他们继续深入 那英秀的女儿就出了意外 趁着监管人员的疏忽 他直接溜出了房门 最终在逃跑过程中被一辆车撞飞 直接躺进了ICU 此时 李正邦不仅要面对英秀的怒火 还要解决自己儿子的麻烦 在面容暴露后 他的儿子就被韩阳的手下重点关照 甚至还在街头直接互殴 上了新闻热搜 至于一直在卧底的江明 也由于监控录像的存在 卧底身份即将暴露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一刀解决了零九 还被团伙里的阿祖露了下来 已经杀人的江明不可能再清清白白地回归警局 如今落入韩阳圈套的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就此退去 结束卧底任务 二是继续单打独斗 面对李正邦的不相信 还想继续的江明和往日的兄弟大打出手 他不能回去 逃跑的江明躲避着警察的追捕 找到拍摄自己视频的阿祖 他要报仇 却不想这个男人狠心到用自己的女儿做人质 看着鲜血直流的小女孩 江明只能无奈地按照对方的要求 束缚住自己 就在阿祖以为自己即将杀死江明时 那遍地的维修工具就成为了江明反胜的工具 已经牺牲了过多的警察 警方决定立刻收网 就在这时 韩阳打电话给李正邦 上面有一则视频 正是李正邦的儿子被塑料袋套住 为了儿子 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毒贩 而等到他赶到目的地 却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 等来的则是一条全新的视频 在视频里他的儿子被关在集装箱里 浑身都涂满了燃油 火苗燃起 他心碎地看着儿子被活活烧死在车厢之中 失去李志的他决心复仇 根据之前卧底传来的地点 李正邦和江明默契地选择了一起进攻 只不过江明这边出现了问题 他被毒贩集团的人控制 韩阳痛恨警方的卧底 更加气愤的是 自己此刻才知道集团中的内鬼居然是他 为了让对方享受极致的痛苦 韩阳竟然把江明做成了实验品 让其沾染上自己的新面粉 这种面粉剂量极大 很快江明就双目充血 一丝李志控制着他的身体 配合着赶来的李正邦 一个一个把毒贩送下地狱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明已经很难保持李志 依靠着外部疼痛来保持清醒 他拿起身旁的石头 一下两下三下 他发泄着自己的不敢 明明已经快要黎明 自己却要永远留在黑暗之中 见不到那破晓的光芒 他强撑着被药效迷乱的神志 拼着付出一只手掌的代价 配合着李正邦剿灭了在场的所有制药成员 而他口吐鲜血 倒在了自己最信任的战友身边 到生命的尽头 他依旧解释着自己的内疚 自己的不敢 最终通通化作一句对不起 看着这个被自己拉入泥潭 在生命最好的时候死在自己怀中的年轻人 李正邦心情悲愤 他找到韩阳 对方告诉他 想找的人在后山 而等待他的 是后山卡车车厢中 那数不清的抓痕 以及一具胶尸 此时的他很想再抱一抱自己的儿子 可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这便是基督井的现实 鲜血淋漓 又让人尊敬 上个世纪的金三角地区动荡不安 四处充斥着战火 同时这里也是各国特工的聚集地 他们卧底在这危机四伏的地带 希望能得到有利的情报 我们的主人公小人一家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战斗机轰鸣而过 赤剑军很快就会攻到这里 小人父亲的好友长叔选择去泰国躲避一段时间 而小人一家则选择留下 没过多久 是检军攻打进了他们的村庄 小人的父亲被对方首领雷龙抓住 为了保护孩子们 母亲将小人和妹妹藏在了柜子里 你要记住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可以出来 知不知道 小人怕妹妹哭出声 一直捂着妹妹的嘴 外面雷龙要他们夫妻交出美国情报局的文件 他们不肯交 雷龙便直接开枪将他们二人打死了 柜子里的小人就这样亲眼目睹父母死在了自己眼前 临走雷龙还不忘放了一把火 等到人都走后小人猜出来 可妹妹因为躲得时间太久 竟意外被闷死了 在村里其他人的帮助下 小人给家人举办了简单的仪式 长叔也坐飞机赶了回来 小人见到长叔后跑过去放声大哭 复仇的种子也在他心中悄然生长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小人跟随长叔生活在泰国 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空军飞行员 这天在训练时 小人心不在焉 满脑子都是父母被杀时的画面 痛苦的回忆让他险些坠机 好在关键时刻他调整状态迅速爬升 这才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 训练结束后好友前来安慰 你不要告诉长叔 我看过这份报纸 结果转身好友就告诉了长叔 原来小人从报纸上得知了 雷龙出现在泰国的消息 而且现在的他是个亿万富翁 还跟国防部的高层走得很近 长叔劝告小人 要想杀他绝非一时 但小人早已下定决心 你兄弟只有我一个儿子 我没有选择 我这生只有这个目标 说完小人转身离开了 还将跟随的好友一把推开 小人离开后独自来到黑市购买装备 随后他意外和卖家起了冲突 打斗声引来了警察 为了躲避追捕 他一路躲藏 慌乱之下上了一辆私家车 车上是一位美丽的女士 他非但没有声张 还配合小人帮他逃过了警察 小人也很绅士地给他买了花和水补 由此 小人给这位女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几天后 泰国将军设宴欢迎雷龙的到来 宴席上人多眼杂 便是小人动手最好的时机 长叔的儿子马克也前来帮忙 他们伪装成宾客 混迹在人群之中 小人禁意外发现了在私家车上遇到的那位女士 她叫莫娜 此刻她就站在雷龙的身边 但这时小人没有管那么多 她全副武装走向雷龙 对着她的胸口开了一枪 但小心谨慎的雷龙早已穿上了防弹衣 这一枪没能要她的命 小人见状便要上前再补一枪 这时子弹却卡住了没有打出来 雷龙的手下阿狗趁这个时机飞扑过来 将小人扑倒 他们随即扭打在了一起 阿狗抄起身旁的小刀刺中了小人 马克也看准机会 拿起机关枪一顿扫射 众人反应过来 扶起雷龙掩护她先行离开 小人挣脱束缚后举枪追赶 情急之下雷龙一把拉住旁边的莫娜 让她挡在自己身前 见小人没有开枪 雷龙把莫娜当作工具一般推向对方 自己则趁机出门逃跑 小人和莫娜一起倒在了地上 莫娜也看到了小人的真面目 小人本想继续追赶 可自己身受重伤 身后还有警察步步紧逼 只得先选择设法脱身 她脱下外套挡住了受伤的地方寻找出口 可现在大厅里已经被警察封锁了 她一时无计可失 突然她看到了一旁的莫娜 她跟随莫娜一同到了安全的地方 小人好奇对方为什么帮助自己 原来莫娜对于雷龙来说 就相当于一件可以随意丢弃的装饰品 如今还可以用来挡子弹 她给小人找来了一些药品 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与此同时 好友马克就没那么幸运 雷龙将她抓住 带到卫生间里进行一顿毒打 还逼问其幕后主使是谁 马克宁死不说 从这个角度打下去 只会少一只眼睛死不了的 见逼问无果 雷龙便让手下将马克杀害了 晚上 雷龙回到房间 对白天拉莫娜挡子弹 一事毫无愧疚之意 还指使莫娜帮她按摩 莫娜虽一脸不情愿 但她什么也没说 因为她满脑子都是和小人邂逅的场景 镜头一转 小人回到家中 长叔告诉她 以雷龙的势力很快就会发现她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美国投靠CIA 同时她也将小人父母的身份说了出来 原来他们都一同效力于CIA 只不过后来雷龙叛变被小人父亲所知 这才导致小人一家的面门惨案 说着楼下宪兵队找了过来 小人执意要自己下楼不想连累长叔一家 就这样 小人躲在楼上 看着长叔被警察带走了 她也听长叔的话 来到了美国 和CIA一同计划除掉雷龙 那么首先就从她的女儿雪莉身上下手 雪莉是雷龙唯一的女儿 但妇女二人却一直合不来 她一直生活中旧金山 就是为了离开她父亲 在监视雪莉的过程中得知 她有一个外国的男朋友 雷龙派人暗中对这个人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这个外国人竟然是个有父之父 可以看出雷龙很宠这个女儿 可小人一心只关心长叔的安危 她对于监视雪莉的行为并不理解 要抓的雷龙 你先要得到她 当晚 小人和CIA照常进行监视行动 这时突然急驰过一辆车 一个叫小黑的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二话不说将保护雪莉的手下杀掉 还将雪莉抓了回去 小黑是黑虎帮的人 他们打算以雪莉当人质来制约雷龙 此时便是小人接近雪莉的最佳时机 CIA的人将小人带到了华福堂 见到了华福堂老大九叔 CIA早就想好了对策 他们将小人伪装成九叔的孙子 并且让九叔在其八十大寿当天 对外宣称小人将成为华福堂的新龙头 这么年轻谁会扶他 有本事没有人敢不扶 小人表示自己上任后 第一件事就是抢回雪莉 清除黑虎帮 手下问到这么做对华福堂有什么好处 我们现在谈心 不谈钱 没有钱 谁跟你谈心呢 九叔开口一百万美金 CIA一口硬下 但也要对方保证让小人成为最有名的龙头 几天后 九叔八十大寿暗期举行 小人按计划坐上了新任龙头的位置 上任后的第一时间 他带人闯入黑虎帮的地盘 此时的小黑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天了 从现在开始 旧金山的整个地盘将由华福堂来控制 小黑不服气 抄起家伙就和小人打了起来 结果几下便被打得爬不起来 为了树立威信 小人直接举起一把椅子 将小黑砸晕了过去 解决小黑之后小人要将雪莉带走 可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美国警方及时赶到 雪莉连忙跑过去向警方求救 小人举起手枪 几枪将对方的警车打爆 趁乱还不忘抱走雪莉 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这时更多的警察赶来 小人一行人一脚 由门溜之大吉 你紧张什么 这种事情每天都会发生 小人将雪莉带到了郊外 把她关进了房间 可手下却要对雪莉图谋不顾 关键时刻小人及时出现制止 你以为你有几条命 一条命就够了 临走还不忘警告手下不要乱来 抓到雪莉后小人便给雷龙打电话 并向其索要赎金 准备一百万美金赎回你女儿 多拿五万块 我要吃好了 在雪莉的要求下赎金变成了一百零五万 在等待赎金过程中 雪莉在找任何可能的机会脱身 她趁小人放松警惕的时候 拿过她的手机想要和外界通话 但小人早就通过暗门在房间里等着她 见这招行不通 雪莉又想到跳窗逃跑 但似乎她的每一步都被小人试破 你怎么会站在这里啊 啥哭啊 无奈雪莉只得又一次返回房间 反正逃不掉不如洗个澡 可就在这时小黑带着人找到了这里 躲在屋内的小人也发现了对方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雪莉被吓得躲在角落 身上只披了一条浴巾 小人一把将她拉起 还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她 对方火力太猛 几个手下不幸中枪 小人带着雪莉逃到了二楼 从窗边跳了下来 她让手下先走 随后自己和雪莉上了一辆车 刚开出没多远 小黑就追了上来 两辆车在公路上你追我赶 互相撞击 谁也不肯服输 最后小人一个油门 直接从后面撞了上去 小黑的车被撞得失去平衡 最后一个翻滚 倒在了路边 等到小黑手下感到将她拉出来时 对方早已不见了踪影 小人和雪莉一路逃跑 见雪莉光着脚 小人贴心地将自己的鞋子给了她 经过这件事 雪莉对机智又幽默的小人刮目相看 二人关系也进一步升温 没过多久 他们在路边搭上了一辆去往城里的车 车上小人和雪莉聊起了雷龙 原来雪莉的母亲跳楼而亡 雷龙却在一旁无动于衷 因此雪莉一直记恨她 但毕竟是自己的父亲 她很想念她 不久后 雷龙等人来到了旧金山 小人便找上门来索要赎金 因为对方有把柄在自己手中 小人的态度非常嚣张 引得雷龙手下的不满 小人坐在了莫娜身旁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要装作不认识对方 她向雷龙炫耀一番 说整个旧金山都是华福堂的势力 不要用耳朵听 要用眼睛看 临走她还不忘留下小黑被自己摆平的照片 拿到赎金后小人回到家中 雪莉早已经做好了饭在等她 我爸给你钱的时候生不生气啊 她脸都绿了 她要庆祝一下了 这时 突然雷龙的手下冲了进来 正后门的去路都被堵住 小人刚要反抗 便被阿狗用枪抵住了额头 这时雷龙也走了进来 老爸 不要 不要杀她 她是我老公啊 听到这话雷龙更加生气 你有什么本事 让我的女儿来乱我的钱 说着小人转身 吃了一口雪莉煮的饭 有妈妈的味道 因为雪莉在一旁求情 雷龙没办法只好放过了小人 你要跟我合作赚钱不是问题 千万别跟我女儿闹就玩 小人看着雪莉 竟心生一阵愧疚 毕竟自己和她在一起只是利用她的感情 但CIA并不在乎 雷龙正秘密运输一批军火给柬埔寨 CIA只想要利用小人来接近雷龙将其消灭 不久后 小人和雪莉一起回到了香港 还在游艇上举行了婚礼 婚礼上她还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莫娜 看着他们二人亲热莫娜心里不是滋味 她将小人叫到一旁 她又一次请求小人救她 可小人却告诉她过去的事不要再提 雷龙很看重这个女婿 她带着小人见了柬埔寨将军的儿子布特 但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重案组的人来检查 察觉到了布特身份有异常 便要将她带走 她情急之下开枪杀了一名警察 双方即刻展开了一场枪战 在乱斗中布特不幸中枪身亡 这下雷龙慌了 她没办法向将军交差 当晚她就找到了小人 她怀疑是小人走漏了消息 她还提出可以和雷龙一起去见布布尔将军 雷龙暂且相信了小人的话 她打算军火一到 自己就飞去柬埔寨 但狡猾的雷龙真实想法是让小人做自己的替死鬼 准他倒霉啊 他死总比我死好啊 镜头一转 长叔找到小人 他告诉小人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柬埔寨的合格 同时他也看出了小人的不安 做大事不能不有所牺牲 就在她要离开之前 雪莉怀孕了 小人全程心事重重眉头紧皱 中途接了个电话便离开了 原来是莫娜打来的电话 莫娜希望小人可以帮她摆脱雷龙 尽快将她解决掉 此外 她还把雷龙要拿小人做替死鬼的消息告诉她 雷龙的女人没有人敢碰 除了你 就在二人打算缠绵之时 一直尾随小人来到宾馆的雪莉找上门来 发现开门之人竟然是莫娜 她进门后发现了躲起来的小人 雪莉失望至极 正欲转身离开 莫娜堵住了门 如果让她离开 那自己和小人的事情便藏不住了 二人发生了争执 莫娜一把将雪莉推倒 头狠狠地撞到了玻璃茶几上面 莫娜顺势要将雪莉用枕头捂死 这时小人回过神来 她连忙将发疯似的莫娜拉开 小人将雪莉送去了医院抢救 她不禁回想起了妹妹死去的场景 这令她后悔无比 此时雷龙也赶来 同时感到的还有神色紧张的莫娜 手下告诉她是因为小人在酒店召集被雪莉撞见 争执之下雪莉不慎撞到了头 雷龙听后非常生气 但也提醒小人明天捡普寨的行程不能更改 晚上长叔找到了小人 给了她一个追踪器 嘱咐她见到将军时就将其打开 我不想做这个任务 可是我没办法拒绝 小人清楚一旦自己杀了雷龙 雪莉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 第二天一早 小人在出发前将秘密全部告诉了雪莉 自己根本不是华福堂龙头 接近雷龙都是为了复仇 雪莉此时已经有苏醒迹象 她听到了小人的话 她并没有怪她 转眼 小人和雷龙一同来到了柬埔寨 将军单独接见雷龙 其他人便在门外等候 小人打开了追踪器 长叔这边也获取到了他们的位置 随时准备出军接应 雷龙跟随守卫前来见到了布布尔将军 将军并没有理会雷龙 他还记挂着儿子的死 雷龙一听连忙将责任全都推到了小人身上 说着将军拿出几张照片地点雷龙 照片上是小人穿着军装 还有一张是雷龙和美国CIA的合照 将军根本不听雷龙的辩解 直接命手下将他们枪毙 小人情急之下拿出追踪器扔进了水里 军方这边失去了联络 长叔断定出了事 立马要展开行动 小人他们一行人被拉到一处空地 雷龙命手下将小人杀死 见将军没有阻止 雷龙拿起手枪瞄准了小人 面对莫奈的求情 雷龙一枪打中了他 原来他和小人在酒店的事情雷龙早就知晓了 说着对准莫奈又补了一枪 这时突然警报声响起 军方的飞机赶到 对这片区域进行轰炸 阿狗趁乱挟持住将军 带着雷龙一起开车逃跑了 小人也抱着莫奈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但他却伤势太重 死在了小人怀里 小人劫持了一架飞机 一路追赶雷龙 将军在逃跑过程中也中枪身亡 但机关枪终归不是导弹的对手 小人对准雷龙的车发射了两枚导弹 将阿狗当场炸死 车也翻倒在了田地里 雷龙奋力爬出来 但此时的他已经是穷途落入 前有小人堵截 后有军方追赶 他没有再逃跑 小人下了飞机 一步步走向雷龙 雷龙还不知道小人的真实身份 雷龙为了活命 跪在地上请求小人放过自己 小人经过一番挣扎后 最终还是没能下手杀他 将他交给了军方处置 二十几年的大仇如今终于得报 小人也就此留在了柬埔寨 长叔在香港帮他照顾着雪莉和孩子 最后雪莉给小人回行 也同意长叔把孩子带给小人照看 就在一切都朝向好的方向发展时 影片结束了 该部影片聚集刘德华 关之灵 吴倩怜等大牌影星 为我们展现了一部经典的香港动作片 情节紧凑跌宕起伏 因为二十年前的一桩惨案 华仔一心复仇 为此他故意接近仇人的女儿 和他产生了感情 但灭门之仇他不得不报 当爱情和亲情发生冲突 又干